平更了,宝子们,因为这不是我喜欢的、熟悉的、热爱的三战 说的就是大热门5000区系列 尽管在之前的视频里,糖葫芦用冷知识和其他野会的方式 对于这个处处充斥着木墙、败金、背叛之风的赛区进行了中立的嘲讽 依然挡不住吃瓜群众的热情 宝宝记忆中的SE从落地打满空地的格子开始 游戏中也只有打成、配将、患难与共的兄弟 而如今的5000区又让我想起了之前的游戏签合同事件 两个盟为了保证彼此团结不被判,约定签署联盟电子合同 就说玩个游戏都要签合同了,做个门神都要保证金 这是在匡复三国法治正义吗?只怕是游戏如此,做人亦如此吧 当然这些确实给吃瓜群众带来了乐子 也会有人觉得宝宝太过情怀 但对于这个区,无论谁拿了霸业,转了园子 都不配算着三战游戏的赢家 希望后面的赛区不做效仿 因为三战并非如此,5000区再不见